社区工作的推动非一人一利一处可及 而是集合众人之力 会感谢社区志工守望相助队 及祥和志工队长年的辛劳与付出 普利镇慈恩社区举行新春团圆围围碌午夜活动 邀请志工及其家人们齐聚来用餐 经营一个社区需要庞大的人力志工 所以我们社区的志工姐妹 大家都非常的乐意参与社区的活动 也因为大家来参与社区的活动 是我们在社区的推展活动上面 可以更进一步 县议员业人创及黄世芳表示 慈恩社区一向是普利镇内 老人关怀据点办理绩效指标社区 感谢理事长及所有社区志工们的心情付出 让地方长者受到完善的照顾 使生活更加幸福 看到社区的长辈 大家身体也都很健康 我们社区的经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借这个机会也要跟我们的陈理事长 潘总幹事说声感谢 对我们社区的长辈这么的精心的照顾 在历届的理事长打下基础 现任的陈玄奎理事长带领下 整个慈恩社区像一个大家庭 那未来我也会持续在新政府找一些资源 回到我们慈恩社区一起大家共创美好的未来 现员林芳宇表示 近几年来慈恩社区积极发展社区长辈关怀照护的工作 而且在课程安排上动静得已 长辈们每天都有新事物来学习 也让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 在慈恩社区的长照这个据点做得相当的不错 平常共餐的这些长辈在这边活动的长辈相当的多 六十几位的这些长辈 大家聚在一起除了做做活动活动筋骨之外 同时也是一种联谊一种交朋友 希望他们在晚年的生活 由我们社区的这些社工志工们的照顾之下 他们可以过得更快活 近年慈恩社区也将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带领异形及琵琶社区前来共同学习观摩 副议长潘一拳齐取以大手牵小手的方式 并透过经验传承资源整合推展福利社区化 能让地方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及社会福利 记者洪一优优优优独播剧场